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Tekniff中文版的Joshua 然后今天呢,我就想要和大家分享 如何使用电话,还有你家里的environment 来拍出好像studio这样子的照片 首先呢,就让我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我今天想要用的手机是什么手机 我今天打算要用的手机呢,就是这个Huawei P10 这个Huawei P10呢,就有两个镜头啦 它的两个镜头都是使用不同的sensor 也就是我们叫做的Draw Sensor 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Huawei P10 也是拥有一个叫做Portrait Mode Portrait Mode呢,除了颜色还有detail关系呢 它也可以给我们制造一种层次感 所谓的层次感呢,就是它可以把你的人拍得比较清楚 然后后面的比较的萌,就是叫做Pokeh 当然拥有这个功能也不代表你是万能 我发觉很多人拍照的时候呢 都很喜欢站着白色的墙壁前面 这样子呢,因为你的subject还有你的background 都非常的靠近,然后也是白白这样子呢 所以就无法制造那种萌的感觉 所以呢,第一件需要注意东西呢 就是把你的subject还有你的背景离得越远越好 这样子呢,你拍出来的照片自然而然就会看起来了比较有层次感 所以当你拍人的时候呢,你只是需要打开Portrait Mode呢 那个电话就会帮你settle一切东西啦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懂得怎样去使用Leica Flam Mode Leica Flam Mode呢,简单来说就是颜色的鲜艳度 在这个Mode里面,我们就拥有三个选择 一个是Standard,也就是说我们眼睛看到的 第二个是Vivid,也就是讲比普通的还要来的鲜艳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Smooth Mode,也就是说它把Vivid的照片 还有Standard的照片两个配合起来变成一个刚刚好的颜色啦 本身对我来说呢,我最喜欢用的就是Smooth Mode啦 因为看起来就刚刚的好,颜色都看起来比较的顺眼啦 不然呢,我就会建议大家使用它的Monochrome 因为当你拍黑白照片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再去想颜色那些这样子的 你只是需要Focus好它的Composition 然后拍出来的照片就会看起来好像很Artistic这样子啦 那么接下来需要知道的呢,就是Huawei P10拥有这个Hybrid Zoom 那为什么这样东西重要呢? 因为我发觉很多人拍照的时候都很喜欢直接用电话本身的那个Focus Length来拍 但是一时我们的照片Zoom进去一点点呢,反而会比较的好看 因为这样子呢,我们的背景就会Compress一点 所以呢,我们就会比较专注于我们的Subject 那接下来要说的呢,就是P10的Wide Apicture Mode 我相信大家有看过那种很Pro的Photographer拍的照片呢 后面都是萌萌,好像有种Creamy Creamy的Pokeh 那么如何才可以实现到这个感觉呢? 那为了要让那个Pokeh看起来比较明显的呢 我就把它的人稍微的移去旁边点 这样子它就show到那个灯泡这样子 就可以很明显的show到它的猛度啦 那么因为我们用这个是Wide Apicture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拍了那个照片后 我们还可以去调那个Apicture 再来ReFocus我们想要Focus的地方 就好像我拍了这张照片 我本来是要打算用0.95的Apicture来拍 但是拍了后我才发觉有点过度的猛 所以呢,过后我还可以把我的Apicture稍微的调高 稍稍这样子呢,看起来才比较的自然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Huawei P10也是拥有一些Extra的Function 比如说Night Shot啦,或者是Light Painting这样子的 可是呢,今天我比较想要关注于的呢 就是他们的Professional Mode 那因为这个P10拥有Pro Mode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拍照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调所有的东西 就比如说这张照片这样子 我开始是让它Auto这样子来拍 的确它照片却比较的光 因为呢,它都会专注于脸的光度 但是呢,我本身却想要一种比较暗 那个Shadow呢,是比较的暗的那种类型的照片 所以呢,我就打开了Pro Mode 把它去调到适合的光度 在这些照片呢,我都是把ISO调到最低 然后再调我的Shutter Speed 假如还是比较暗的话呢 我还会把我的ISO稍微的调高稍稍 当然,除了我以上所讲的那些功能之外 我们拍照的时候呢 永远都要记得 灯光还是比较的重要 首先,我为了要制造那个很Pro这样子的Look呢 我就放了一个Ring Light在它的右脸 and then呢,就有一个就是我的Table Lamp这样子呢 来照它的Shoulder啦 就让到有一种好像有一个Shadow这样子 它来separate它from那个背景跟人这样子的 然后你们是在看这些照片呢,都是我当天拍的 然后所有照片都完全没有Edit过 也就是说我直接从电话里面拿出来的 所以到最后呢,就是要看我们自己的创意 我们都需要一直去拍,一直去尝试 才可以得到最后要的效果 所以呢,千万不要被你所拥有的器材 而限制你所可以做到的东西 那这一切呢,就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啦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哟 拜拜